新婚小夫妻的蜜月旅行地竟是热带雨林 赤身裸体荒野求生为哪班 没有野外经验导致开局仙恶13天笑死 荒野求生竟然变成了减肥节目 一张地图一个打火石一个破布包 接下来这对夫妻将赤身裸体 在这片充满未知危险的丛林度过21天 在了解过极端环境下 对方暴露的性格缺点之后 他们是否能够经受住感情和婚姻的考验 小美和大强乘着一辆骑谱车穿梭在公路上 他们即将被送到菲律宾巴拉旺岛海边的一个丛林里 迎接长达21天的挑战 在这些天里 节目组不会提供给他们任何食物 所有的生存问题都得靠他们自己解决 这片丛林里危险重重 生活着大片的毒蛇和野猪 战斗力极强的巨型蜥蜴 可以轻易撕开人的皮肉 除此之外 极端的天气也是一大考验 白天可达32.2摄氏度 到了晚上 气温可骤降到5摄氏度 极端的湿冷 而且他们还是浑身赤裸的状态 这种无所一的感觉 会增加他们的不安全感 让他们的挑战更加难熬 原始生存等级只有5.5的他们 究竟能够挑战成功吗 大强和小美笑着玩闹 对此我只想说 现在笑的都开心 后面活的就有多惨 两个人开始了徒步旅行 他们必须先要找到水源 正能够保证他们接下来的生活 出师不力 刚走了几步路 小美的脚就被地上的筋肌扎破了 不过她心态很好 并没有放在心上 小心的避开 随时可能会出现在脚下 头顶的毒蛇 毒蝎 艰难的寻找着路 5个小时后 两人终于找到了水源 虽然两人已经极度饥渴 但却没有选择饱饮几口 因为没有净化的水含有大量的寄生虫 可能会导致他们腹泻和利己 他们一旦得病 挑战还没开始就结束了 两人忍着饥渴感 决定先造一张远离地面的城 大强动手能力还算不错 一番忙活后 勉强搭了一个离地40公分的台子 当务之急 最重要的就是先把火升起来 两人稍微休息了一会儿 开始生火 大强实际摩擦着霉条 虽然有火星子冒出来 但却怎么也点不着营火物 大强不行换小美 但还是没什么用 原来认为很容易的事情 没想到竟成了一个大挫折 缺水让大强越来越烦躁 他没有理会小美的劝阻 冒着风险去喝了生水 最终火队还是没有被燃起 两人相拥着 度过了难熬的第一晚 第二天小美没忍住 也喝了一些生水 两人又把台子加高了一些 但极度的冰冷 让他们无法入睡 他们必须要把火生起来了 但老天爷并没有眷顾他们 俩人都不是什么野外生存达人 手法不对就是不对 他们接下来得继续来恶受冻 大强和小美心态有点爆炸 俩人抱在一起瑟瑟发抖 大强终于找到了合适的引火物 整整四天了 俩人才把火生起来 高兴得像个200斤的孩子 看得我都感动哭了 本想着俩人终于可以暖和点了 没想到烟火太大 熏得他们睡不着 但不管怎么说 火的问题解决了 接下来就是食物 他们已经饿了整整八天了 我要是他们我都站不起来了 大强做了一个弹簧陷阱 希望能够抓到一只蜥蜴 小美也没闲着 她正在编制一个竹框 希望能够补到一些鱼 两人各自忙活着 想法很美好 现实很残酷 大强失败了 小美败得更彻底 她两面镂空的框子没有任何作用 水下面都是石子 就算有小鱼被框住 也还是会从缝隙中溜出去 12天过去了 他们整整饿了12天 俩人的精力已经快到极限了 再不补充蛋白质 俩人只能被饿运抬走了 黄天不负有心人 小美在一块石子下面 发现了一个小螃蟹的尸体 这意味着周围有更多的螃蟹生活 俩人兴奋地开始扒石头 13天了 俩人终于吃上了一口热乎的 虽然10只螃蟹和一只青蛙 才仅仅提供了一个肉丸子的热量 但俩人满足无比 第14天的清晨 俩人决定离开这里 他们需要寻找返回的道路 经过5个小时后 俩人终于坐上了返回城市的汽车 经过14天的野外求生 大强减掉了20斤 小美减掉了16斤 俩人的野外生存等级仅提高了0.4 笑死这真的不是个减肥节目吗 回归城市的大强和小美 开始了大吃特吃的生活 他们要将这14天缺的通通补回来 虽然求生过程一塌糊涂 不过小夫妻并没有发生什么不和 遇到困难时 反而互相安慰给对方打气 有时候心态真的蛮重要的 看得出来两人对于此次的旅程都挺满足 我认识了认识了 and how well we work together